5 6 7 8 5 6 7 8 侯友宜市长与小朋友一起做热身操 因为等一下要一起踢足球 周日上午自强国小与新市国小足球队的小朋友 正在景和运动公园进行练习与友宜赛 市长也加入他们的队伍 跟小朋友练习传球射门 出无意料的是市长每个球都射入球门 引起了在场人士是惊呼连连 我很喜欢踢足球 我国中踢足球 然后看到小朋友踢足球 我的脚也会养 然后新北市的足球的小朋友很多 然后足球可以让自己能够建过一个团队合作 每个人把自己的角色办好 然后最重要在关键的那个时候 能够把球踢进去才最重要 踢足球可以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 唯有队里每个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关键时刻射入球门 团队才会赢得比赛 市长也期许小朋友在踢足球的过程中 要学习到团队合作的精神 执球从小训练大家记得 团队纪律荣誉 最后的关键大家要全力充斥 拿到临门一脚非常重要 再把它踢进去才会赢得胜利 这几年我们市府花了一部分的经费 然后来做一个修缮 打造一个最棒的一个我们小朋友 还有未来也要盖一个我们热灵的这个 附建的游戏的这样的一个设施 市政府这几年赤之整修建设的景和运动公园 打造亲子共融的休闲场所 未来将进一步增设热灵设施 提供长辈使用 也希望民众能够多加运用发挥功能 运动休闲为身心健康而努力